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Vega 中文名字叫王再时 我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我非常喜欢用服装来表达我的一些情绪 还有我对整个世界的一些价值观跟世界观 我很喜欢把它放到我的作品里面 我们跟Intel还有WISE 一起参与了这个创想计划 做了这个发光的服装 我们其实很希望 在观者眼前呈现一个视觉的效果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请了杭州的多媒体团队 UFO来配合我们一起 完成这个展 因为他们这种3D的呈现效果 让整一个空间感更丰富 这一次的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宇宙 然后我们这一次作品的名字 叫做Alpha Larry 因为我叫Vega 其实Vega就是Alpha Larry的 最通俗的名字 而且我一直觉得 我拥有这个名字是 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 因为她是织女星 然后我又在重拾服装行业 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 能以这样的一个名字 去命名一个系列 其实一开始做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本来是打算让这个面料上面也有星云的这样的图案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最纯粹的光鱼面料的结合 还是应该是很干净的白色的面料 然后配上这个冷光片这种未来蓝的颜色是很经典的搭配 这个就是冷光片 然后这个是它最基础的颜色 就是一个蓝色的光源 然后这些是上面印了动画的 就是点亮了之后 它会有这个星云淡进淡出的效果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版输入到电脑里面去 变成AI文件 他们在把这个电脑文件剪成我们要的这个材片的大小 然后每一件衣服都有一个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里面就是有芯片 还有它所有的这些驱动程序在里面 EL或者是Electroluminescent 它是未来的一种光源 它像纸一样薄 有它的弯曲性 而之后它是节能环保的 EL发光的原理 它叫电制发光技术 里面主要的一种发光材料 是叫磷吧 之后电离子高速相互撞击 产生了这种磷的发光的效果 我的技术呢 就是说作为Viga的衣服面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的面料是在我的超薄的EL片的表面粘合在一起 之后两个东西都很薄 而且有一定的柔韧性 所以是这两种材料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实现一个像未来服装的一种感觉 设计其实一直就是在艺术跟科技中间的这个东西 你要找到很完美的方式方法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科技可能缺乏一些美感 那艺术可能就是只是有美 但是没有其他的一些实质性的作用 那设计其实就是把这两者找一个最好的方式 能让大家去接受它 因为现在科技一直在不停的发展 参与这个事情我最希望看到的是 我们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 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美的东西 还有或者是恢复一些已经消失了的一些东西 是我想看到的 感谢观看